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6次的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这些课的主要内容 就是Jungle的信号 我们要来学习一下Jungle信号的它的概念 如何来监听信号 然后Jungle内置的这个信号 如何来自定义信号 最后我们要使用Jungle内置的信号 信号它的概念是什么样呢 Jungle提供了一个信号的分发器 允许JU的应用 在框架的其他地方发生操作的时候会被通知到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特定事件发生的时候 可以发送一个信号去通知 注册了这个信号的一个或者是多个回调 然后在回调里进行逻辑的处理 我们如何来监听信号呢 首先要拥有一个信号的实力 然后你要这个书写这个信号的回调 要将这个信号的回调绑定到这个信号的实力上 最后呢在特定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将这个信号发送就是发送信号 Jungle它内置有一些信号 就是说有些信号比如说model上它有一个pre-save和positive 就是保存前和保存后有这两个信号 还有delete就是pre-delete和post-delete 就是在delete之前或者是之后会发生信号的发送 还有这个建立或者是关闭LTV请求的时候 有这个request started和request finished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来实际看一下 如何来这个自定义这个Jungle的信号 首先我们需要新建一个signal的实力 就是这个python的文件 signals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去 首先去建立一个signal的实力 from jungle的patch import signal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signal叫signal element 然后这个signal呢我们可以是定它的一个参数 随便写一个比如说就叫element 然后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力 建立实力之后呢我们可以写这个信号的回调 这个回调其实就是可调用的一个函数 cobank 后呢它有两个参数sender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参数 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sender和这个里边的参数给打印出来 然后同时打印这个什么呢打印这个 这个被调用了 做一个打印 接着呢我们就需要连接这个信号 也就是把这个signal callback 给注册到这个signal的实力里边来signal 接着呢connectsignal callbacksi 这个OK 这个注册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送信号 在什么地方发送信号呢 比如我们可以在这个index这个request里边去发送信号 我们把它引入from import signals 然后呢signals的signal 然后sender比如说我们这里边的话就sender 比如说sender呢我们可以设置它 然后然后指定它的参数给它指定参数 比如说Alan给它设置一个tester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打开网页 然后刷新一下看一下打印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地方被调用了 然后它这个sender就是一个none 然后这里面的参数有Alan test和signal 它的一个指针的一个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调用了signal callback credit的当然我们还可以注册多个信号 我们之前也讲过可以把这个直接拷贝下来 把这个函数名换一下 比如说这个变成1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把它给注册进去 credit ok ok 我们这个地方再打开网页刷新一下 它就会被调用 这个地方就会被调用两次 然后signal callback1也会被调用到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是手动去注册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装饰器来代替这个手动注册信号的回调 我们可以引入从Jungle 我们在这个地方引入Receiver 这个地方就直接可以用装饰器 这地方指定它的这个实力 signal的实力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删掉 我们同样再刷新一下网页测试一下 OK 我们看这个地方 它 我没看清楚 再看一下 再刷新一下 OK 看它依然被调用了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这个注销 随时去注销毁掉 这个注销毁掉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注销毁掉的请求 disconnectsignalrequest 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还返回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注销它 比如说disconnect谁 然后我们把第一个信号给复销掉 然后我们在URL里面去添加它 disconnectsignalrequest 这个disconnectsignalrequest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好刷新 好刷新 首先 调用disconnect ok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调用 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应该只有这个会被调用 然后这个signal callback应该不会被调用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打印 ok 我们就看到只有signal callback1被调用 然后signal callback没有被调用 就是说它被注销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把它给connect进去 接着我们来使用jungle内置的信号 jungle我们之前讲过 jungle在model的保存或者删除的时候 给我们提供了几个信号 我们比如说看它的signal signal这个信号就是pre-signal和poster-signal 我们首先来定一个视图的函数 比如说就修改 modifyrequest 这里边我们去取一些model frommodel import poem 我们这个poem里边是已经提前添加了些数据 比如说我把第一个给拿到 我们就是尝试去修改 title poem signal signal完之后 这个地方简单的 signal之后 signal就会发送两个型号 一个就是pre-signal 一个就是post-signal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写自己的 signal callback u def pre-signal callback 后 sender 里边我们就打印一下 打印函数名 还有这个post-signal signal signal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引入这个model的signal这个模块 然后引入db.model signal import pre-signal 我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就把他这个地方写他的url modify 然后我们去测试一下去modify 就看一下 我们就看到了pre-signal signal signal 和post-signal signal 被调用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去尝试修改两个model 不同的model 比如说我们要修改task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有两个model 一个poem 一个task 都非常简单 然后我去尝试找到一个task 这里边都是有数据的 它的name 说设置乘以 然后把它保存signal 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 比如说modify了 然后它就会 你看它就会打印了四次 就是每个就打印两次 就是说我每不同的model 我在signal 的时候 它都会调用 pre-signal callback 和post-signal callback 因为内置的pre-signal 和post-signal 这两个全 它是全局的信号的变量 所以说它全都会调用 有同学就说 我可能只想针对 这个poem 然后调用它的pre-signal 然后针对这个task 调用它的post-signal 怎么办 然后就需要在装饰器指定它的signal 这个地方 需要引入 poem和task 然后指定它的signal 说signal 就是poem 然后这个signal 它就是这个task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些都给打印出来 参数打印出来 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signal 然后我们再次的刷新 刷新的时候 我们看到pre-callback 它就是这个model 就是poem 然后这post-signal callback 就是task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我们指定signal 之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 这个在数据保存的过程中 非常多的这个 可以增加些其他的逻辑 然后大家下去的话 可以去练习一下pre-delete和post-delete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这个 jungle信号它的概念 如何来自定义jungle的信号 然后如何来使用jungle内置的这个信号 然后这些课我们就上到这里